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台积电正在大举压筑新兴半导体领域,细光晶片。 据相关媒体日前报道,台积电已组建了一支约200人的研发团队,瞄准明年即将到来的细光子超高速晶片商机,该公司不仅正在积极推进细光子技术,还在与博通和辉达等大客户进行谈判,共同开发以该技术为中心的应用。 报道称,此次合作旨在生产下一代细光子晶片,相关制程技术涵盖45奈米至7奈米,预计最快将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迎来大单。 台积电系统集成探路副总裁于振华此前表示,如果他们能够提供良好的细光子整合系统,他们就可以解决AI的能源效率和运算能力的关键问题。 这将是一个新的范式转变。 他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一个更好,更集成的细光子系统是运行大型语言模型支撑、CheckGPT和Bard等聊天机器人的技术和其他人工智慧运算应用程序所需的强大运算能力的驱动力。 细光子技术作为一种光通讯技术,使用激光束代替电子半导体系号传输数据,是基于细合细机衬底材料。 利用现有CMOs工艺进行光旗舰开发和集成的新一代技术。 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相当高的传输速率,可使处理器内核之间的数据传输速度快100倍甚至更高,功率效率也非常高。 因此被认为是新一代半导体技术。 在晶片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晶片制程的逐步缩小,互联线引起的各种效应成为影响晶片效能的重要因素。 晶片互联是目前的技术瓶颈之一,而细光子技术则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互联线相当于微型电子器件内部的街道和高速公路,可将电晶体、电阻、电容等各个元件连接起来,并与外界进行互动交流。 当晶片越做越小时,互联线也需要越来越细,互联线间距缩小,电子元件之间引起的寄生效应也会越来越影响电路的效能。 常见的互联线材料,珠乳铝、铜、碳奈米管等,而这些材质的互联线无疑都会遇到物理极限。 而光互联则不燃。 并且,基于计算机与通讯网络化的讯息技术,也希望其功能器件和系统具有更快的处理速度,更大的数据存储容量和更高的传输速率。 这时,仅仅利用电子作为讯息载体的细集成电路技术,已经难以满足上述要求。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于讯息获取与处理效率的需求持续攀升,但摩尔定律失效在即,细光技术正凭借其在高传输速率、高能效比、超低延迟等方面的突出优势,成为半导体领域竞争的另一条赛道。 其实,细光子技术并不是一项刚刚诞生的新技术。 早在1969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的S.E. Miller首次提出了集成光学的概念,但是由于MP波导的高损耗和工艺落后难以实现大规模集成,这一技术在当时未能掀起波澜。 之后将这一技术发扬光大的是英特尔。 21世纪初开始,以英特尔和IBM为首的企业与学术机构,就开始重点发展细晶片光学信号传输技术,希望有朝一日能用光通路,取代晶片之间的数据电路,以延续摩尔定律。 2010年,英特尔开发出首个50GB每秒超短距细机集成光收发晶片后,细光晶片开始进入产业化阶段。 随后,欧美一批传统集成电路和光电巨头通过并购迅速进入细光子领域,抢占高地。 目前,英特尔也是在细光领域布局最全面的公司。 在制造工艺上,光子晶片和电子晶片虽然在流程和复杂程度上相似,但光子晶片对结构的要求不像电子晶片那样严苛,一般是百奈米级。 这大大降低了对先进工艺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晶片发展的瓶颈问题。 业内人士将细光基础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用细把光通讯底层器件做出来,达到工艺的标准化。 第二阶段是,集成技术从偶合集成向单片集成演进,实现部分集成, 再把这些器件通过不同器件的组合集成不同的晶片。 第三阶段是,光电一体技术融合,实现光电全集成化。 目前,细光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 有分析人士称,如20世纪70年代的微电子技术一般,细光产业正处于前期扩张阶段, 未来更是有望成为P美集成电路庞大规模的产业,拉动万一市场。 正因如此,诸如英特尔、IBM、Oracle、Tidium等著名的半导体企业和讯息技术企业, 正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推进细光的产业化。 这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便是注重规模效应的晶圆代工公司Global Foundries于2022年3月份, 推出了细光子平台Voltenex, 以此布局90WG和45CLO工艺节点以及封装工艺,平台合作伙伴, 包括四家顶级光子收发器供应商中的三家, 五家顶级网络公司中的四家, 四家领先的EDA和仿真公司中的三家, 以及一些最有前途的基于光子学的初创公司。 报道称,随着台积电、英特尔、辉达、博通等国际半导体巨头都陆续开展细光子及供封装光学、CPU技术, 预计最快2024年该市场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据行业人士判断,光电封装或将是发展最快的赛道, 而供封装光学、CPU是最值得关注的技术方向。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CIR的数据, 到2027年,供封装光学市场收入将达到54亿美元。 此外,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估计, 到2030年,全球细光晶片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2年的12.6亿美元增至78.6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5.7%。 因此,不只是英特尔、斯科和IBM, 辉达也在2021年以69亿美元现金收购了光纤互联技术提供商Melanox Technologies, 这是辉达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笔收购交易。 可见,细光晶片已成为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密集投资领域, 众多科技公司都在关注其在数据中心、超级计算机和网络设备、 无人驾驶汽车和国防雷达系统等各个领域的潜在用途。 除了细光晶片,会用到7奈米制成。 特斯拉加快旗下超级计算机Dojo布局, 该机搭载的第一晶片采用台积电7奈米制成, 结合先进封装生产。 市场传出,明年第一晶片在台积电投片量, 渴望较今年倍增,打一半片。 对于相关传言,台积电表示,不评论市场传闻。 Dojo是特斯拉在2021年发表的自家超级计算机, 用来训练自动驾驶车AI模型, 加快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开发速度, 及开发更高级自动驾驶功能。 近日摩根士丹利估计, 特斯拉用于训练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慧模型的超级计算机Dojo 可能会给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带来不对称优势, 并使其市值增加近6000亿美元, 相当于当前市值的76%。 大摩分析师Adam Jonas表示, Dojo可以开辟新的潜在市场, 远远超出以固定价格销售汽车的范围。 据悉,第一晶片主要采用台积电7nm制程, 并结合Info等级系统单晶圆先进封装Info Soul, 该款晶片今年在台积电投片量约5000片, 若明年拉升至1万片等于成倍增长, 若2025年持续扩大晶片用量, 投片量也会继续增加。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感谢观看,